石門老梅綠石巢 海岸邊第一排 海灣綠洲是老梅最具代表性的景觀餐廳 從海灣綠洲咖啡店的窗戶往外望 視野很好 藍色的天和海讓人心情都變得遼闊舒暢 在海灣綠洲用餐環境非常舒適 位置之間的距離也剛好 不同的長桌望向窗外都是一樣美的海景 有側門直奔沙灘 夏天的中午很熱記得要穿鞋 位於北海岸石門區老梅里的綠石巢海岸 為全台唯一特殊景觀美不勝州綠石巢 在地理名詞中 因稱為 潮溝或海石溝這些排列整齊的石巢 由於大屯火山爆發後 引流於海岸邊的火山礁岩 在海浪長時間的沖刷下 地質鬆軟的部分被侵蝕掉 留下堅硬的部分而形成溝槽 這種特殊的石巢在地形景觀上 在冬季東北季風盛行時 浪花滋潤了石巢的顏面 也開始滋生石巢 裂片石巢和扁石法等綠色的海藻 等到4月份東北季風間歇 石巢就長滿了一大片的綠色海藻 也形成令人驚嘆不已的綠石巢海岸景觀 老梅綠石巢位於新北市的石門區內 壯闊而稱叉排列的綠石巢 景觀綠意盎然 成為令人驚呼連連的美景 更是許多新人 專業攝影師捕捉精彩照片的新景點 趁著夕陽西下 藍色的海 橘色的天空與翠綠的絲巢相呼應 景色讓人流連萬返 而隨著六七月陽光曝曬 藻類便會死亡 而這短暫的美景也會消失 交通資訊自行開車 從國道山下基金交流道 轉台二線萬里金山 來到石門台二線26.3公里處 轉老梅綠石巢 大眾交通運輸淡水接運站 搭乘淡水或基隆客運 於老梅站下車 執行過老梅社區 就到老梅綠石巢 中文化 中文化 disci工